好 之前经济不景气 导致遭到弃养的宠物越来越多 光是新店有这么一家流浪狗的收容站 一看到就挤进了三千多只的流浪狗 一些爱狗的艺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呢 都纷纷的自掏腰包 说要来捐饲料 而在这边也再度的建议您 可以任养取代购买 结扎代替扑杀 一条 一条 这边 艺人许佳心跟JR 一把饲料送在狗狗面前 几乎就是大混乱 为了替这些被抛弃的流浪狗 送上温饱的一餐 两位爱狗人开车到新店山区 不仅亲自来当义工 还自讨腰包 这样的地方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其实讲在老板娘 老板也非常有爱心 因为要收留三千多只狗 我觉得这个真的需要一股勇气 然后养它们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忙 我们这只是微薄的一点力量 捐飼料让它们吃得饱 这样的爱心也感动了飼料商 一口气就送来两百多包的狗饲料 虽然对于这里三千多只狗 只是杯水车心 但是却让这些曾经被抛弃的狗狗 都感受到满满的爱心 人的食品 因为我们很难预测 它总共吃了哪一些东西 然后第一个是 常会有营养不均衡的情形 第二个是如果以人 常会给动物吃的东西 如果是肉 或者是我们人吃的食物的话 可能会有蛋白质过高 或者是盐分过高 那会缺乏一些维生素 或矿物质 所以并不是最适合的 爱它就不要抛弃它 老话一句 尤其现在景气不好 气狗人也越来越多 一包包的饲料只能够救助一时 还需要更多人的功德心 不要弃养小狗 准备新闻 洪水员陈佳明 开热道